大家好,我是腸仔 我是沙律 我們腸仔沙律 大家記得Like、Share、Subscribe我們這個頻道 今天有一宗很感動的新聞想跟大家分享 知不知道主角是誰? 當然知道,主角是由200磅的肥仔 變成現在又唱到歌、又跳到舞的 香港超級明星,姜濤 真是聰明 姜濤在香港真的很紅 你知不知道他其實是MIRROR成員之一呢? 當然知道,MIRROR有12個人 我都忘記了他的名字 你記不記得他的名字? 當然記得 姜濤首先 Anson Lo、Anson Con Logman Ian Edan Stanley Tiger Frankie Jeremy Ajr 阿Jer 和Alton 數齊十二個 嘩 他們這麼快 熟了十二個 難怪周階 全香港大部分都變成前夫 真是妻女 真是 不說那麽多了 先說新聞重點 好 姜濤早前表示 希望今年會有多些時間做義工 幫助有需要的人和回饋社會 而一眾的姜濤近日都跟隨他身體力行 以偶像的名義做慈善 事緣是一班姜濤為了慶祝姜濤得獎 他們特別製作了Postcard做應援禮物 為了令這些禮物更加有心思 他們特別邀請到香港生命人協進會 幫這些Postcard做點字 Postcard上的點字是由視像人士逐張逐張去做的 有心思得來之餘 又可以支持視像人士的就業 嘩 真是很厲害 想不到姜濤真的可以影響到這麽多人 令姜濤就做一個這麽好的Postcard 亦都幫助到生命人協進會的人 有些就業的機會 其實我們看回姜濤 他其實憑一首歌叫Dear My Friend 在商台獲得那個叫做 戚測樂壇我最喜愛的歌曲大獎 所以他的姜濤就幫忙製作這張Postcard 叫做一個應援禮物 做一些特字給他 其實我覺得重點是什麽呢 其實他的重點想表達就是 嘩 不認識黑暗的人是無法擁有光明 這一句其實真的 我都覺得很深刻 很令人反思一句話 其實我們好像他講過一句說話 好像常人如我們 有多少人內心是能夠真正擁有光明呢 其實這句真是很令人反思 對呀 真是怎樣才能夠擁有光明呢 其實視障人士說到就是 每天都面對很多黑暗 很辛苦的生活 努力地生活才能看不到 他們的世界比更多人更加光明 更值得我們大家欣賞、佩服和支持 所以其實姜濤就是 這次特地邀請失明人士 作為應援物品之中的postcard 加了特字 亦都可以令到失明人協進會旗下的社企 優咖啡作為應援活動地點 包含了社會基層人士的尊重和關愛 令到那個社會更加有愛心 哇 這個舉動真是沒得頂 果然是明星就是明星 是的 他們的舉動令到大家都在疫情之下感受到愛 所以姜濤她都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說話 她說今天的我都不敢說音樂上有太大的進步 但對於藝人這個身份有更多認同 她覺得作為藝人要有更多的責任 不只是在歌曲上面的 也都要在生活上帶給大家更多的信息 MIRROR那些經常都說以作品示話為作品示話 我經常都在想 應該都是靠唱歌、靠唱歌去說話 靠MV說話 我原來可以做到這樣的地步 可以用到這些postcard 或者找一些失明人協證會的事作人士幫忙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舉動 用真正的作品說話 哇 姜濤果然是沒得頂 好了 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